连环画里的老鼠 咪乌咪是一只爱看说的猫 这天它翻看着一本连环画 翻到第八页 突然它变住了呼吸 因为这一页上画着一群老鼠 飞飞撞撞的 哎呀 要是我能进到连环画里去就好了 咪乌咪刚这样想着 它的身子就一下子缩小了 变得轻飘飘的 慢慢地升到了半空中 接着它像一缕青烟飘进了连环画里 米乌米变成了一只连环画里的猫 它刺着牙扑向那些老鼠 谁知道 连环画里的老鼠一点也不怕它 还冲着它一阵喊叫 意思是 快看呐 新来的猫 米乌米灵巧地抓住了一只戴帽子的老鼠 一口咬住了它的尾巴 奇怪的是 帽子老鼠不逃也不挣扎 还大笑着说 喵嘻 喵嘻 意思就是 咬死了 咬死了 米乌米用力咬紧了牙关 可是 帽子老鼠的尾巴 在它的嘴里像是影子 咬下去是空的 原来 连环画里的老鼠 跟陆地上的老鼠 是不一样的 米乌米忍不住 噗哧 笑出声来 趁这个机会 帽子老鼠一跳 跳出了米乌米的嘴巴 不久 米乌米和连环画里的老鼠 就玩在了一起 它们玩蹦高的游戏 看谁蹦得最高 不料 帽子老鼠一蹦 蹦出了树外 风把它吹得 在房间里到处乱飞 米乌米的主人 刚巧回家来 看见有只老鼠在家里飞 惊讶得不得了 它啊啊的叫着 冲出去叫人 还好 在它带人回来之前 帽子老鼠 回到了连环画中 再见 下次再来 米乌米离开了连环画 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后来 它还常常到连环画中去玩 这个秘密 到现在还没有 第二只猫知道呢 好 故事讲完了 该来动动脑筋 参米语了 听着啊 凉铁小胡子 尖嘴尖牙齿 贼头贼脑 做坏事 是什么 是老鼠 对 生活中的老鼠 是有害的 但是呢 在故事中啊 在动画片里啊 老鼠的形象 有时候被塑造得很可爱 米拉鼠就很可爱